玉琪 玉琪 是的 我很明白 谁也不希望发生这场战斗 姐姐 我们只能战斗了 我们只能战斗了 玉琪 好不好啦 好来 小孩子要吃就去吃奶嘴 你这什么话 让我吃点菜有什么关系啊 你这个只知道喝酒的臭鸽头 随你怎么说 是女人呢 还好这一次碰上了你们 真不知该怎么道谢才好 原来你们几个是姐妹啊 没错 我们几个姐妹感情非常好啊 你们几位是在旅行的途中 是吗 是啊 不过倒比较像是在远族 我想在旅途中 你们一定也常常遇到麻烦吧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啦 不就是悟空的脚太臭 或是那个死和尚没是发神经常常乱开枪 但不然就是碰到妖怪的攻击 这些菜不合你的胃口 可是听人家说 这是镇上最好的一家餐馆 那么我们就此告辞了 还好碰上你们 非常谢谢各位的帮忙 悟空 拜拜 他们走了 悟空 老实说 你爱上人家了 什么 少胡说八道了 少拿我跟你这个中年发行的合同相提并论 我才没那么无耻呢 你居然敢看不起我 你想要死了 哼 有本事你就试试看哪 谁怕谁啊 好了好了 你们两个都冷静点 走吧 啊 啊 三藏 你是怎么了 从刚才开始就一直闷闷不乐的 最好别跟他们有太多的牵扯 哦 先扯太多就会招来这种后果 可是 这是偶然吧 跟那些大姐一点关系也没有啊 对吧 悟空 这也是偶然吗 那还用说啊 哼 一群蠢蛋 三藏 我一起 三藏 是厌糊的主菜 哼 随你高兴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咯 等等 巫剑 你要去哪里 哦 我去赚点零用钱花花 我先走了 哦 明天出发 你们两个不要迟到了 你们到底在磨蹭什么 可以下手杀他们的机会不是多得很吗 什么时候下手 应该由我们自己来判断吧 臭女人 你想反抗我不成 没有 只不过是 我现在 就能立刻杀了你 和你那些可爱的妹妹 嗯 我们说好的 不管怎么样 你都不能碰我妹妹 不想让他们死 就注意你说话的口气 放心吧 你只要杀了三藏 我就立刻依照约点离开你的身体 从此不得干涉你们 帮你们自有 你妹妹们一定会很高兴啊 不过前提是 你得先把三藏他们给杀了 啊 敦怀 嗨 吴俊 你好啊 还真巧呢 对啊 的确很巧 真的可不好意思 会不会很重啊 对不起 不会 你千万别介意啊 这种事我们早就习惯了 对吧 悟空 说得真好听 悟空 你还行吧 没问题没问题 没问题 这根本算不了什么 真的吗 是啊 真是收获丰盛啊 老子今天的运气似乎特别好 怎么样 手气顺吗 再好不过了 这是当然的 这是当然的 因为胜利女神就在我身边嘛 啊 这是什么 你上当了 果然是只笨猴子 可恶 你敢骂我 我早不留心 要拼吗 还是 拼一拼吧 再怎么说 我可不能违抗胜利女神的意思 拼了 啊 抱歉 打扰您了 我听说三藏法师也住在同一间旅馆 冒昧来访真不好意思 请问你有何贵干 我们刚好有一瓶罕见的珍贵美酒 想送给您当做是之前的谢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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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不对吗 没有 八戒 其实我 要不要喝一杯 秋华 这酒挺好喝的 来喝吧 好 夏华 你回去吧 我的行情还没有夏华到 要占有一个没心情的女人 悟静 您还是什么话都不愿意说吗 为什么要接近我们 不管你们有什么目的都最好放弃 这是为你们好的忠顾 明天天亮之前你们就走 以后也别再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懂了吗 三藏法师 有件事我一直无法理解 我们能前进的道路只有一条 根本别无选择 只能照此走下去 可是 我一直怀疑这真的正确吗 你是不是哪里搞错了 是谁规定前进的道路 只有一条的 每次 说的也是 三藏法师 谢谢您的忠告 三藏法师 我还有一事相求 如果到最后 还是比我选择的话 三 就当我没事 春华 臭女人 你想背叛我不成 难道说 你不顾妹妹们的死活 想背叛我了 我会遵守诺吟的 用我自己的方法 姐姐 我 我再怎么看 也不觉得他们是坏人 而且 而且什么 我已经 喜欢上她了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现在的我们 已经无路可走了 我怎么样都无所谓 所以求求你 请你别伤害我妹妹 姐姐 虽然那个妖怪兽 只要杀了三藏他们 就会离开春华姐的身体 放她自由 可是 我们真的能够相信 妖怪说的话吗 那种事根本无关紧要 那个时候 春华姐牺牲了自己 救了我们姐妹一命 不是吗 所以这一次 该轮到我们来救她了 你们快逃吧 彻底把我忘了 去开创新的人生 不 继续你们应走的道路 借签 借签 悟空 要走了 哦 那个人是 玄奘三藏 请你纳命来吧 这就是你决定的答案吗 不 是我们全体的 是你们 为什么 姐姐 对不起 不过 这是我们自己 选择的道路 怎么啦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上 我就知道 会变成这样 东华 东华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非互相战斗不可呢 去死吧 住手 果然没错 那个痕迹 那个痕迹是 寄生妖怪 原来如此 我不懂 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这样的 那是寄生妖怪附身之后 产生的痕迹 所以 现在她的身体内 应该栖血了别的妖怪 有这种事 但是 既然这样 把那个寄生妖怪 杀了不就好了吗 不可能 她和春华的器官 都已经同化了 根本不可能单独 杀死寄生妖怪 而且 寄生妖怪 一旦离开她的宿主 宿主马上就会自动死亡 怎么会 姐姐 可恶 既然这样 大家死吧 让我带着这个被诅咒的神灵死吧 救命姐姐 想死 这可由不得你 因为你可是我重要的人质 臭妖怪 真是一群蠢的 你们要是不夺嘴的话 剩下的三个女人 就能保有自我了 你说什么 火 灵火 怎么了 他们的体内 果然也被那个寄生妖怪 种下了肉种 哈哈 你们以为我会放了她的妹妹吗 少蠢了 臭妖怪 我绝对不饶你 想出手伤害我 不太好吧 这些女人现在可是来活着 悟空 你振作一点 可是 可是那个人是东华啊 悟空 你们只要杀了我 他们就会跟着没命 你们办不到吧 你们绝对下不了手杀我吧 三藏法师 我还有一事相求 如果到最后 还是别无选择的话 那就这么做吧 什么 火箭贴近 住手 这样就结束了 住手 不可以 悟空 战长 绝对不可以 悟空 你快点放手 我不放 少啰嗦 给我放手 我不放 我死都不放 你想想 那个是春花 还有夏花 连秋花也 而且 我好不容易才遇到了东华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快点放手 悟空 这也可以算是一条路吧 我们终于能将奉骨成解脱了 谢谢你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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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